最重要的是在第三点 怎么行驶这个别除权 第一点 别除权人先行驶优先 但是行驶完了 没能完全受偿 没足额给你的 没得到清偿的部分 就变成普通的破产债权了 这话理解吗 本来你的担保债权是500万 有财产担保 结果呢 你优先受偿了 结果你优先优先半天 这个抵押物只值400万 所以你优先只能受偿了400万 因为这抵押物就值400万都给你了 那你没得到清偿 未受偿的 这个100万怎么办 您就作为普通的破产债权 等于你这500万就成一天一地了 这个400万优先 保证能足额给你 这100万就不好说了 排在最后 排在最后 有钱就再给你点 没钱肯定不能得到全额 所以你优先受偿的部分是可以全额 但你变成了普通债权 不可能 第一种 第二 你放弃了优先受偿 本来明明可以先全额得到400万 你说我 我放弃 我不要 那你整个就作为普通的破产债权 第三 破产企业 一旦给别人的债务提供物权担保 这是如果别除权人 债权也放弃优先受偿了 那么放弃以后就不能再作为破产债权了 我们一定要看好二和三的区别 二说的是债权人放弃了 还能继续作为破产债权 这个三为什么放弃了 怎么就不能作为破产债权了 这二和三到底区别在哪 看出来区别在哪了吗 这个说的放弃 前提建立在担保物一定是谁的 是主债务人 主债务人是谁 就是破产企业给提供的 而且是给自己的债务做担保 这个不是破产企业是物是你的 但是给别人的债务做担保 这个物是什么 是主债务人的 破产企业的 是破产企业的物 但是拿着物给谁 给他人来做担保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破产企业的物 担保物给自己做担保 差别就在这儿了 给谁做担保不一样 如果同样出现 放弃了优先受偿 还能不能作为破产债权 是不一样的 都看完了吧 好了 大家说了 哎呀怎么理解呀 举例子 举例子 我举第一个例子 债务人 找银行贷款 贷的是一千万 挺好啊 结果银行要求债务人 你必须用物来担保 不能提供保证人 结果这债务人 就拿自己的厂房做抵押 这厂房是谁的 主债务人的 厂房抵押 结果事后还就谁破产了 主债务人破了 第一个例子 最直接的 大家一般理解 就这样理解 这就发生叫破产企业 以自己的财产 以自己的财产 而且还是给谁 给自己做担保 不是给别人做担保 破产企业拿着自己的财产 给自己的这笔债做担保 对上号了吗 好了 结果他这一破产 首先问大家 银行可不可以行使别除权 就是优先收藏权 可以吗 完全可以 这时候他就可以直接从这个抵押物 享受优先收藏 一点问题没有 破产分配的时候 绝对银行排在第一个 他都比那个破产费用 公益债务都要排在前面 都优先于他们 此时就看这个厂房的 变现价值是多少了 如果当拿这厂房 先用来还给银行的时候 结果这厂房变现价值 只有400万 那这是银行先主张 优先收藏 那就只能分得400万 他先行使别除权 行使完不够的部分 他再继续再来申报 普通的破产债权 他再继续申报 申报多少 100万 所以此时银行分配的时候 他是分成两段 400万先给他 剩下那100万排最后 那就没保证了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第一个拉 看完了 紧接着第二种 还是这种情况 结果这银行对这个厂房 放弃别除权 不要 所谓放弃别除 不就放弃这个优先收藏 这一部分吗 他只要一放弃这别除权 好 那你就不能先优先给你了 那你整个就申报普通的破产债权 按多少申报 500万 1000万来申报 就可以了 错了啊 这个变现400万的话 这是600万 先优先还了400万 还不上的部分 不就是600万吗 那么这600万 您就普通的破产债权 是不是这样 刚才说错了啊 是1000万 不是500万的债权 这个时候变现只变现了400万 你只能得到400万 优先限支付 甩下的部分 就变成普通的破产债权 排在最后 这个是排第一 绝对的第一 这个是绝对的排最后 好 这是一个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事后银行 对这个厂方 还就放弃这别除权了 我彻底 我就不享受优先了 这一放弃 您哪 您就完全全部变成 普通的破产债权 您就排在最后 两句话通了吗 OK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别除权 就叫优先受长权 第一种情况是 破产企业 拿着自己的财产 是给自己的债务 做担保 首先银行有优先 优先完了 得不到的部分 还可以继续再做破产债权 哪怕你放弃了 优先受长了 那你就变成一个 无财产担保的普通债权 你还可以继续分配 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 还是债务人 找银行贷款 看好啊 贷的还是一千万 这时候银行还是要求债务人提供物保 这一提供物保 就找了一个A公司 这是第三人 A公司拿厂房 记住了 做抵押 看见了吗 但是抵押给谁 给主债务人 做担保 是给主债务人做担保 是给别人做担保 A公司这个厂房 压不是给自己的债做担保 给别人的债来做担保 看懂了啊 此时A公司不是当保证人 他是拿物来进行担保 听好啊 结果破产的是谁 A公司破产 不是主债务人破产 是A公司破产 这看完了 结论听懂了吗 这叫破产企业 拿自己的财产 以自己的物 给谁 不是给自己 给他人做担保 是不是这种情况 哎呦 他是破产企业 他破之前呢 还拿着自己的抵押物 还给别人做担保了 结果人家没破 他先破了 看出来了吗 所以由于这个破了 那意味着不就是 担保人破产了吗 担保人破了 咱前面讲保证不就说了吗 随着他的破产 担保责任免吗 不免 不免不免 这时候银行照样可以来申报 破产债权 因为不免他的担保责任 他得承担责任 而且如果银行来申报的话 这时银行可不可以行使 别出权 完全可以的 他不仅来申报 而且他主张从这个抵押物 优先人家就拿走了 这使得不受你担保人的破产影响啊 但你要是保证人就难说了 你就往往不可能得到全部的 但是物就不是 既然物是这个担保人的 他直接就可以执行这抵押物 完全可以优先寿长 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先行使别出权 同样 行使完了 结果这厂房一变现 只变现了多少 变现了600万 所以第二种就是 未寿长的部分 怎么办 你要全都能得到1000万 不就完了吗 结果你才得到了600万 那么未寿长的400万 怎么办 还能继续作为破产债权吗 不可以了 剩下400万 因为你只能找谁要了 找主债人要 你主债人破了吗 没破 那不就是一般的民事债权吗 它不能叫破产债权 所以这时候 没得到清长的这个部分 看见了吗 就不能再作为破产债权了 第三种 你干脆就放弃了 这个别除权了 那你还能作为破产债权吗 这两种都不能再申报破产债权了 都不能再申报破产债权了 说你没得到清长的部分 也不能再找A公司来要了 你放弃了别除权 意味着就是放弃了 对这A公司担保责任的追究 你免了再担保责任了 你不来报了吗 你事后就找你主债人去要了 只要你主债人没破 你不叫破产债权 你就是一般的民事债权人呢 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是俩 听明白了吗 好了 这就是最关键要看 破产企业拿着自己的财产 是给自己做担保 还是给别人做担保 差距出来了吗 差距出来了 给自己的债做担保 先有优先受偿 没得到清长的 还能继续做破产债权 哪怕放弃了 你都可以作为破产债权 参加分配 但如果这破产企业是拿着自己的物 给别人做担保 那就不一样了 你只有别除权 你没有得到全额偿还的部分 还就不能再作为破产债权 你一旦放弃了别除权了 那根本就不能再作为破产债权了 因为你事后只能找主债人来要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两段大家听明白了 所以一定得拿例子 把他一定要人们的关系弄懂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不管是这哪种情况 大家发现了吗 要想让债权人行使别除权 看出一个共同点了吗 一个共同的条件 必须决定他能不能行使别除权 一定是这个担保物 用物来抵押的 这个担保物一定是属于谁的 属于破产企业的 这个是他决定 他能不能行使别除权的前提 如果这个担保物本身都不属于破产企业的 那你根本就没有别除权一说 所以这个别除权的前提 一定是这担保物是谁的 破产企业的 至于说他拿着这个物是给自己 还给他人那不管 但是一定看这个物必须是破产企业的 而不能是第三人的 好了吗 好了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问题 比较难 整个破产债权的申报 申报完了不得要经过确认吗 这也是一个程序性的 我们在过去的真题中考过这个内容 还真考过 大家都来申报了 那最终确定真实不真实啊 由管理人先对这些个债权进行登记 此时登的时候 绝不允许以什么 以债权过了诉讼时效 或者债权不能成立等等为由 来拒绝给人家债权登记 管理人对债权的性质 数额有没有担保 过没过时效期 是否过了强制执行期 都要进行审查 然后编制一个债权表 提交给债权人会议去核查 然后对于已经生效的 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 管理人必须予以确认 好这就是关于确认问题 管理人编制的这个登记表 要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要审查去 大家都得认账 大家都得仔细看 债务人债权人 如果对记载的这个债权出现了异议 必须说明理由 经管理人解释调整后 异议人还不服的 或者管理人根本就不给解释 不调整的 异议人就应该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的 15天内上法院进行确权 所以不管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 只要对大家来申报的这个债权某一笔 出现异议的都可以向管理人提出 管理人必须要给予解释或者调整 否则人家直接就上法院了 好这听懂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整个的破产债权的申报就讲完了 所以在这个板块中破产清算都是重点 破产财产的清算 破产债权的申报 清楚了吗 好所以第二个知识点 有关清算中的破产债权 我们给大家好好总结一下 当一旦宣告企业破产的时候 就面临了一个破产债权 所谓的破产债权有几个点 首先第一点 能不能认定为是破产债权 第一点 一定要来申报 一定得要来申报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不在规定的期限内来申报 没你的事了 这个所谓一定的申报 是意味着 甭管你是一个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还是一个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都必须来申报 你哪怕有担保的 你是有优先受偿 你也得来申报 你压根就不来申报的话 人家都不认你这笔债权 所以第一部分一定要申报 听着吗 只有哪个是例外 在这个例外当中记住了 只有职工的劳动债权是例外的 它是例外的 它不用亲自来申报 就当然把它列入到劳动债权里 公事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除去这个劳动债权之外 这些有担保的无担保的都应该来申报 而且一定要在法院 法院给你规定的申报期内 你来申报 知道吗 一定要在规定的期限内来进行申报 这个规定的期限是不能少于30天 又不能超过三个月 是在这个时间端 你确切给你规定时间 你就在这时间来 没确定的 反正别超过三个月 一旦在这个期间之内 你不申报的话 怎么办 再给你补救机会 你在这个时间没申报的 你只要在案子终结前 你都可以进行补充申报 都认可 还来得及 但是申报完了 前面人家已经分配的部分 没你的份了 你只能就剩余的 还没分的这部分 参加分配 清楚了吗 好了 这就是关于破产债权里 第一个申报问题 学完一定要清楚 容易出错的是在这儿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也得来申报 清楚了吗 那么具体再来看一下 这个破产债权申报的范围 范围到底哪些人 都应该可以来申报债权 第一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可以作为破产债权 有财产吧 二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也来申报 都能申报 但是他们的区别相差太大了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你来申报 你想受优先收藏 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你也来申报 但是你排在最后 这一天一地呀 好 这是第二 第三就开始讲特殊情况了 还没到期的债权 还没有到期的债权 可不可以申报 完全可以 它就视为是已到期 已到期 完全可以申报 第三个啊 第四个 还负条件了 还负期限的呢 知道吗 这条件还没成就了 期限还没到来了 这个能申报吗 能 也可以申报 因为破产了 所以都能来申报 这是第四种情况啊 第五个情况 大家看 允许可以来申报债权的 还有谁呢 大家看 因为解除合同 知道吗 造成的 相对人的实际损失 所以优于跟对方履行着合同 管理人因为解除合同 造成人家合同 相对人的实际损失 作为破产债权 但仅限于实际损失 不考虑违约金 这是第五啊 第六 大家看 票据中的出票人破产了 结果谁呢 成对人 已经成对付款了 这时候成对人 就可以申报破产债权 这时成对人 就变成破产债权人 找出票人去追索 这也都很好理解 这是第六啊 破产债权申报里 最难的地方是在哪 第七 注意 保证人 他要行使的 追偿权 照样可以申报破产债权 注意 是保证人的追偿权 这种追偿权 是事后的追偿权 这个就不受任何限制 当然就可以申报 但如果他要你预先要行使的追偿权 如果来申报的 他就必须要受到限制了 这种限制地方一定得满足 那个债权人 他未申报的情况下 才允许你就预先将来要行使的追偿权 可以申报破产 债权 所以这个是难一点的地方 是保证人的预先追偿权 可以申报破产债权 好了 只不过就是事后的还是预先的 第八个也是比较难的地方 是谁 保证人破产了 在保证人破产的情况下 这个破产债权如何来申报 保证人破的情况下 一定要先看 看什么 看的是连带保证人 还是一般保证人 如果是连带保证人 如果他破产了 都不免他的全部责任 因为他负的是全部责任 所以就决定了债权人 就可以以全部的债权来进行申报 不仅来申报 而且可以直接申报来收藏 这就是连带保证人 看着来了吗 他也全部 而且直接来申报 能承担多少承担多少 承担不了的 债权继续再找主债文去要 毛病就都出在一般保证人破了 这是由于他负的是一个补充的责任 不能因为他的破产而改变 你不能因为他破产了 从补充改成了全部责任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是由于让他负的是补充责任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 看见什么 第一种 先可以债权人 债权人可以先以全部的债权 也是可以全部的债权来进行申报 没有问题 当他以全部的债权申报完之后 再必须具体细分 分成了主债物是已经确定了的 到期确定了 还是一个未确定的主债物 如果主债物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没得到清偿的部分 这时候就可以来向保证人就可以申报 未得到的这一部分 未得到清偿的这一部分 就可以来申报破产债权 能分多少就分多少 由于这保证人破产了 你没得到清偿部分 哪怕来找保证人要 也不会得到全额偿还 这时就要根据比例来分配 这个简单 麻烦就在主债物还没确定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怎么办 得要先把清偿的部分先提存 就你参加按照申报破产债权的 先得到的部分先提存 提存完之后 再根据主债物确定后 主债物一旦确定后 再根据确定完之后的书 重新再来调整保证人 应该承担的担保责任 一旦多了的情况下 多出的部分要退回给法院 这就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里难点的地方 就在保证人破产 而且还是一个一般保证的保证人破产 这个大家清楚 第九 第九说的是什么 主债物人 主债物人 跟负连带责任的保证人 都破产了 都破的情况下 那么作为债权人 如何来申报债权 可以分别 可以分别 可以分别就全部的债权额 来进行申报 参加分配 都可以 反正最后得到受偿 最终分配的这个数额 以不超出 不能超 主债权 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种情况 这是主债物人 跟连带保证人 都破了 你找谁都行 你在找一个得到了清偿之后 不影响你还以全部的数额来申报 但是你最后从两处分配来的钱 不能超出债权总额 第二个说说的是 债务人 甲 债务人乙 债务人饼 都是承担的是连带责任的债务人 这个时候出现了甲破了 乙破了 有数人破产了 这时候债权人 道理是一样 都可以分别就全部的债权 来找两个破产企业申报 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 仍然是这结果 最后得到分配 不能超出组债权额 这就行了 好了 这样的话 整个的破产债权 全部介绍完了 所以第四大板块 是比较难的 破产清算 涉及的主要都是 实体性的规定 破产财产 破产债权 大家在这个板块上 多听两边 好好听我那例子 真的听明白了 而且还得记住了 过一段时间忘了 怎么办 再接着听 好了 都清算完了 就进入下一个板块 不就开始分配了吗 这一分配的话 整个这个板块 就是让大家了解 分配的顺序 先分什么 后分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板块 相对要简单一点 第一个要了解 破产费用 跟共益债务 这是在分配当中 涉及的叫优先支付的 两个部分 而这个优先支付里 这个破产费用 到底是哪些费用 它的范围要清楚 所谓的债 立为共益债务 共益债务的范围 到底是指欠哪些债 这俩弄清楚了 最后能够知道 分配的顺序 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咱们先把 分配的顺序 先搞清楚了 总的分配原则 大方向要拿住了 人身赔偿 一定优于财产 如果说这破产结 又有人身损害赔偿了 产生的债权 又有那个财产的 一定先赔人身的 人生命是宝贵的 对不对 司法的债权 一定优于公法 这能理解吗 说还要 又因为违法了 被没收财产了 被罚款了 这时候又欠债权钱了 一定是私优于优 一定先还债权债权 然后再交罚款 再没收 第三 补偿性的债权 一定先优于惩罚性 就我们在破产中 一定要以补偿为主 惩罚为辅 好了 这个总原则 大家不用背 一听就知道了 第二 分配的顺序 一定要清楚 教材可没写的这么全面 我给大家列 上来第一步 一定是先给谁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 别除权 所以别除权人 对破产企业的特定财产 处于最优先的顺序 只有他得到了全部清偿之后 还剩余的 才能够用于其他的清偿 他绝对排在哪 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一位上 看出来了吗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担保物权 他都不受你企业破产的影响 为什么 你这一破 人直接就把抵押物拿走了 变现了 就完了 这是第一个顺序 第二个 再把优先售偿 给完之后余额的部分 就要考虑第二个优先 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和供应债务 这不就我们前面在讲破产财产的时候 不就说吗 担保物是列入破产财产 但是一定要先拿担保物 先考虑给担保物权人收藏 余下的部分 才能够再支付破产费用和供应债务 所以这两个优先一定是排在哪 排在优先售偿的后面 担保物权优先售偿的后面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是一点 那么为什么这个破产费用和供应债务享受优先 什么样的费用 什么样的债 按理来说 一些费用和欠下的债 应该是作为普通的债权呢 但是他为什么享受优先支付 一定要清楚优先的前提条件 不管是你花费的费用也好 还是欠下的债 一定注意 第一是为了全体债权人利益 一定是为全体债权利益 第二因为程序而支付的各项费用总称 而且一定不是为了个别债权人 是全体业 您看好了吗 第一诉讼费呀 法院立了案了受理后你不才交吗 对不对 第二个管理变卖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这看完大家明白 这不就给拍卖机构的吗 给拍卖 拍卖行的佣金手续费呀 因为你好多破产财产 不都得要变现吗 怎么变现 都是通过拍卖的方式 所以就产生费用了 第三呢 是给管理人的呀 我们前面讲管理人制度不是说 他是有偿服务啊 所以你给他的费用 给他的报酬 聘工作人员的 这都叫破产费用 然后这里注意的 不管是在受理前花的钱 还是在受理后花的钱 要想作为破产费用的话 一定得满足这个最重要的条件 是为了满足债权人共同利益的 如果是个别债权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来申报债权时花了什么拆旅费呀 案件受理费呀 申请执行费呀 只要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的 一律不能属于破产费用 只能作为破产债权 要求清偿 第一点清楚了吧 所以能够作为破产费用的一定是为了谁的利益 全体 而不是为了个人 第一点 法院在受理破产前 此前债务人还没支付的一些强制清算费 没终结的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评估费 公告费 保管费等 允许参照破产费用的规定 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支付 这个告诉你实际上是一个特殊例外 本来我刚才说了 这个费用应该是原则上都应该只在案件受理后 但如果在案件受理之前 就出现了要强制清算的了 就有执行中的一些评估费 保管费了 这个就看成是破产费用 这是叫市委 这是特殊的 否则都应该是在案件受理后 这点要知道 这就是三笔破产费用 我们怎么界定哪些费用应该是算 全体债权人利益化的 哪些是为个别分清楚 好了 这个认出来分析题到时候优先支付 再来看六笔共益债务 共益共益说的是什么 一定是强调受理后 应该是拿破产企业的财产 才能负担的债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共同条件 这个欠下的债 也是基于为了谁 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利益 这样而负担的债 才应该叫共益债务 那大家说具体是哪些呢 看好了六比一 因为管理人 请求对方 怎么着 要继续履行 没履行完毕的合同 这样有此欠下的债 这不咱前面第一个板块讲完了吗 你让人卖方必须继续交货 结果呢 人家交了货了 最后你没给人家货款 这是人家卖方这个货款 不能作为破产债权 要作为共益债务 讲过了 二和三都是咱们民法典里讲的 因为无因管理会产生债 因为不当得利会产生债 理解吗 没有事先合同的约定 看出来吗 因为无因管理导致的 也就是说破产企业 没有委托谁去管理这个 保管这个财产 没有事先约定 法律上人家也没有这义务 但是人家替你保管的这个财产 这样的话 结果你破产了 这样由此所产生的一些管理费 人家这个管理人 是照样可以找你要的 而且这笔费用 是可以优先支付的 清楚了吗 所以对于这种管理人 是要给他一定的费用的 不当得利 大家好理解了 是没有法律的正当依据 也没有约定 所以你多拿多要了 这种情况下 所产生的债 要付返还 因为你这不当得利 得要返还给人家呀 所以产生的债 叫共议债务 这俩知道就可以了 啊好 下面 为了债务人破产企业 继续营业 必须给员工的劳动报酬 必须交的社保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有关欠职工的工资 社保 这不都属于叫劳动债权吗 看明白吗 但是一定要细分 这个工资 这个工资和社保 到底排在哪个顺序上 一定分清楚 是在受理前 还是在按键受理后 如果在按键受理前 就欠着职工的工资和社保 这一定是作为职工的劳动债权 但如果在受理后 为了继续营业 你不一定要顾几个人看门吗 看管财产吗 这个在产生的拖欠工资和社保 一定要作为公益债务 它就不能作为劳动债权了 这是它要排在劳动债权的前面 所以这里面通过看第四个 一定要把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保 到底排在哪个顺序上 取决于受理前 还是受理后欠的 这回清楚了 管理人因为执行职务 给别人带来损害的 这个产生的债 先由破产企业还 它也叫共益债务 最后因为它给财产制人损害 产生的债 就是它破产企业自己财产 又掉下来了 给人砸伤了 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 算共益债务 所以整个的六笔债务 看好了吗 最后的共同点记住 一定都是发生在时间 什么时间 破产受理后 而且都应该拿破产企业的财产 去负担的 所以这最重要考的是第一点 看见了吗 和这个第四点 这俩把握好 其他的 大家要做一个选择题 选一选就可以了 OK 这里提示 案件受理后 如果管理人为了继续营业 发生了借钱了 那么债权人 如果主张 我要优于普通债权来收藏的 但也不得优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收藏 这是完全可以的 你为了继续营业而欠下的钱 可以作为共益债务 但你绝对排在担保物权的后头 没问题 好了 这就是破产费用跟共益债务 三笔破产费用跟六笔共益债务 大家要清楚 然后具体是怎么清长 大家记住 这两笔优于其他的债权收藏 这个优于其他的债权知道吗 优于劳动债权 优于税款 优于普通债权 但是原则上仅限于这些无担保的财产 凡是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人家是有优先收藏 人家排在你前头 除非专门设有担保权的特定财产 而支出的费用 比如这担保物拍卖 维护费 都是针对担保物相应产生的费用 这个才可以从担保物价款中优先支付 否则都不能优于担保物权 好 这就是第一 顺序上排在担保物权的后面 最关键第二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要拿破产企业的财产随时来还 大家这一点询完就知道了 不是等到最后都清算了 然后开始分配的时候才还你 那是最后那些债权人 这两笔随时都要还 比如管理人的报酬 人家直接就设一个账户 直接就从你破产企业账户 直接就化了 好 最有意思的是三和四 看懂了 当破产企业的财产 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是两者之和加起来 不够了 一定先还哪个 还分先后 先分破产费用 先给法院 先给拍卖机构 先给这个管理人 得先记着他们 这是两者之和不够 先还破产费用 第二个 当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 或共益债务的 是之一 两个个资 哪一个不能还的不够 都应该按照比例来还 语文得学好了 所以大家看出来 你学哪一科都一样 一定要求语文 阅读能力一定要强 能把这两句话 能理解了吗 他说 当你清算出来的财产 在优先授产 给了担保护权之后 剩余的不就开始 考虑这俩了吗 假设咱拿数说话 现在整个的破产费用 一共加起来四十万 整个产生的共益债务 甭管几笔 只要符合的 一共是多少 五十万 那加起来不就是九十万吗 此时就看你破产企业财产 还有多少 如果你这时清算出来的 破产财产只有多少 七十万 财产可只剩七十万了 这样的话 两者加起来之和 是九十万 这叫你的财产不足以支付 两者之和的 这时候优先支付哪个 先保证四十万的破产费用 全额偿还 这时费用排在前头 在他所有费用都还完之后 余下的三十万 余下的三十万 其实就说的下面这句话 这个时候都是共益债务 这共益债务五十万 可能一共产生了三笔 欠职工的工资了 因为继续履行 欠人卖方货款了 一共三笔 加起来是五十万 可是你现在所剩的财产 只有三十万 怎么办 这叫不足以清偿 共益债务 同是共益债务的 大家就按照比例来还 又有费用 又有共益债务的 先寄着破产费用还 都是破产费用 或者都是共益债务的 这个时都按照比例来还 我这个话理解了吗 我语文翻译可以吧 所以当你清算出来的财产 知道吗 当你不够 不够什么 费用和债务 两个支合不够的情况下 咱们一定先寄着费用来付 它是优先的 知道吗 但如果你的财产是 在同一个费用里 在同一个破产费用中不够 或者同是共益债务的情况下 不是这又是费用 又是债务的 又有费用又有债务一定先寄着费用付 都是破产费用的 不够的就是按比例 都是共益债务的也没有区分 都是按比例 只有又有费用又有债务的才分先后 都是破产费用 都是共益债务的 就不分先后 不分先后 这个理解了吗 语文得学好 这你就都理解了 好了 这句话看好就可以了 看完我们练练这道题 某公司被法院受理破产了 发生的下列支出中 属于破产费用的 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因债务人无因管理产生的支出 这不是破产费用 这是共益债务 管理人执行职务 给应该他的报酬 这属于破产费用 管理人因为解除跟A公司的合同 要给人对方的赔偿金 这属于共益债务 它不属于破产费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费用和费用 共益债务不能混 所以准确的答案就是A和C B和D都属于共益债务 好了吗 好了 这就可以了 再练一题 人民法院受理了大地公司的破产申请 审理过程中 发生了破产费用10万块钱 费用 支付给蓝天公司的共益债务是5万元 应当支付白云公司的共益债务是3万元 此时债务人的财产只有16万 这样问白云公司 最后这白云公司 可以得到的清偿是多少 又有费用10万 又有共益债务 两笔 这共益债务一个5万 一个3万 加起来是8万 又有费用 又有债务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你财产不够了 你的财产只有多少 只有16万 你要18万以上 这也就无所谓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又有费用 又有债务的一定是分先后 一定先支付10万费用 费用优先 付完这10万以后 剩余的多少 这个6万块钱就都剩债务 都是债务的情况下 两笔 一笔是5万的 一笔是3万的 那这是让大家算白云公司的这个债 怎么办 不都按照比例吗 这个时候6万都乘以一个 你白云公司的3万 3万 占到整个总共的都是债务的情况下 一共是多少 3加5乘以这个6万块钱 你不就算出来了吗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总共算出来了吗 所以这个6万一定是除以多少 3加5乘以3 换一个方式不就出卖 我写的是你的债务 占整个的共益债务的比 来分剩余这6万 所以这道题典型的就是 当又有费用 又有债务的情况下 一定是先费用 分先后 当都是同事债务的情况下 都是共益债务 不分先后 按比例来清偿 这不典型这道题 会了啊 这回彻底会了 这就是第二步 优先支付破产费用跟共益债务 都会了 分完了还剩余的 才是按照第三顺序 资工的劳动债权 哪怕欠资工的捏地排在 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后面 这个资工的劳动债权啊 破产法是用列举的方式 是列举的 既然是列举的 大家最好要记一下 这个列举里 第一就是工资 第二是什么 医疗 伤残补助 抚恤费用 医疗的 伤残的 抚恤的 第三个就是纳入到个人账户的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第三 第四个就是 应该给职工的补偿金 它是用列举的方式 大概能知道 我们给它归纳 叫职工劳动债权 接着 因为破产企业的侵权行为 给人家造成人身损害的 参照职工劳动债权 但是惩罚性的赔偿不列 仅限于什么 一 人身不是财产 人身 知道吗 而且惩罚性的不考虑 可以排在劳动债权的顺序里 这个了啊 第一个特殊 董监高 如果在受理前 在拖欠员工的情况下 自己拿工资 这个必须前面已经讲了 不高于平均工资的 你就把它列入到劳动债权里 高于的部分 只能作为破产债权 这我们前面讲破产财产清算 也是讲过了 由第三方或者是欠薪的保障基金垫付的 职工的债权 就是因为破产企业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让第三方先垫上给了职工 原则上也按照职工债权来得到清偿 欠缴的住房工基金按照拖欠工资 所以由于破产企业破产之前 他连工人的工资啊 社保都交不了了 对不对 这种情况怎么办 由一个第三方替他垫了 垫完了 最后第三方就可以要求破产企业还 还的时候把它列在哪 职工债权这顺序 好 这就是第三 整个第三个顺序 完了 职工的劳动债权 大家能够简单知道 有几个笔兆列入到职工债权的 并不是实际欠职工的工资 而是因为造成人家人身损害 要赔人家的参照 因为第三方替破产企业垫付的 这一部分工资参照职工债权 好了吗 好 下一个顺序 纳入到注意统筹账户中的社保 和欠国家的税款 注意啊 不是纳入个人账户 是纳入统筹账户里交的社保 就是企业缴纳这一部分 和欠国家的税 再接着 案件受理前欠缴税款产生的制纳金 算普通的破产债权 还不能算在税款里 专门说的是制纳金 不能享有跟税款相同的优先受偿地位 看见了吗 如果受理后再产生的制纳金 根本就不算了 所以在这里一定得记住了 因为欠交税款肯定加收制纳金 但是税是税 制纳金算费 税能享受优先 但是费不能享受优先 对不对 所以这俩一定分清楚了 算还是不算 算的话也不能跟税款算在一起 算到普通债权里 好了 最后最后才轮到 无财产担保的普通债权 最后才轮到他 轮到他的时候 一定记住 肯定是资不抵债呀 这些债权人 肯定不能得到全额偿还 在不能得到偿还时 这些债权还分先后吗 那就不分先后了 没先后了 大家就都按照比例来进行清偿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整个破产财产的分配 所以我们这里看完了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这分配的顺序弄清楚 我们在破产财产分配的时候 一定是上来第一步 绝对把谁放在第一位 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人的 享受的优先受偿 绝对排在第一位 绝对排在第一位 都全额受偿完了 才开始第二位 优先支付破产费用 和共议债务 这是第二比 享受排在第二位 优先于其他的债权 但一定略后于担保物权 加薪层 要想能够排在第二个顺序 记住了吗 共同点都应该是基于 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 而产生的费和欠下的债 具体是哪三笔费用 哪六笔债务不能混淆 一定是要把这个分清楚了 费用是指给法院的 给管理人的 给拍卖机构的 剩下都是欠下的债 听说了吗 好 优先支付是没问题的 但是具体在支付的顺序上 一定要分清楚了 当如果你的财产是费 加上债 这俩合计不够的 一定是先费后债 它是有顺序的 但是如果都是同一个费 或者是都是同样的 共益债 这种情况下 部分先后都是按比例 比例来收场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这些都优先支付完了 还有余额的 才能进入第三个 就是支工的劳动债权 听说了吗 好 所以在劳动债权里面 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债权主要是指 欠支工的工资和社保 一定得看是在案件受理前 还是在案件受理后 如果都是欠支工的报酬 在案件受理前的 才应该列在这个顺序上 作为劳动债权 排在第三位 要是在案件受理后 才欠支工的工资社保 那一定应该排在 共益债务 得排在上一个顺序 这一点一定不能混 而且视为是按这个顺序走的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也应该列入到劳动债权的 造成个别的人身的损害赔偿 这个应该算到 支工的劳动债权里 这是比较特殊 第三人给他垫付的工资和社保 也应该最后参照 排在这顺序可以追偿 这两个特殊看好 这是第三 劳动债权完了才是第四 纳入到哪个统筹账户里的 不是个人账户的啊 再加上欠国家的税款 因为你纳入到个人账户的 是在这里头了 劳动债权里面 是指纳入到个人账户的养老医疗 是自己从公司里缴纳的 那个钱你都欠着人家了 统筹账户里的养老是排在后头的 所以你发现在劳动债权里 也有特别强调叫 纳入个人账户的养老和医疗 那是用自己的钱自己给自己上的 这个统筹账户是企业给员工上的 这个是排在下一个顺序 好吗 所以大家讲你要考税法你就知道了 同样给员工交养老保险 企业给员工缴纳那个养老保险是进统筹账户 个人自己从工资里交的那个养老保险 是进个人账户 不一样 所以在破产里体现的完全不同 这个是排在第四顺序 在这个顺序中一定注意 会产生一个质纳金 质纳金一定不能跟税款混合在一起 税就是税 费就是费 质纳金是费 所以在按键受理前产生的质纳金 它得列在下一个顺序 是作为普通的破产债权来分配 要是按键受理后再产生的 根本就不再计算了 所以一定要把质纳金跟税款要分开了 最后最后才是所有那些 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看见了吗 这就排在最后了 这个时候这些债权人绝对不分先后 所以绝对按各自的比例来收场 好了 这就破产分配的顺序 都给大家弄明白了 把这块总结好就行了 都分光了 案子就宣告终结了 所以在案件受理后 经过管理人调查 已经资不抵债了 也没人替他来代替清偿了 这时就宣告破产 终结破产程序 没有财产可分的 那就请求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法院收到管理人终结的请求后 15天内做出终结的裁定 公告就行了 这些没什么 这些也不用备 看看 好 这一点是终点的 从终结开始 两年内 又有一个两年 有下列情形的 债权人都可以要求追加分配 都已经终结了 两年之内 债权人发现 又发现一笔财产 当时在清算的时候都漏掉了 这时候等于债权人少分了 都可以追缩 哪些 一 在破产中有可撤销的行为 就那五种 有无效行为 董监高有非正常收入了 这种情况下 只要终结后 两年内才发现的 都可以追 第二个的是 又发现了破产企业 有可供分配的财产 都可以分 在这个两年内追回的 一律必须用于全体债权人分配 你虽然追回来发现的 也不是绝对给你 还是给全体债权人 两年之后再追回来的 就不是用于全体债权人了 谁追回来的 个别清偿 所以在追回来的财产里 还要看是两年内 两年后的 两年内的 你就做贡献了 用于大家分 两年后的 谁追回来的 就给谁 好了 这个大家清楚 这就可以 这就是整个的第五板块 分配相比简单 大家就把分配的顺序看好 这一案子终结嘛 就掌握好 这两年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第五大板块 大家把握好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